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东西来了 猪秀锤 看起来实在太好了 太香了 梅干菜靠肉 很存在 对 安哥 你看一面来的所有的长沙人 你很少看到长沙人脸上是愁眉苦脸的 还真是 欢迎来到寒舍 你这还寒舍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你的心目中你的那个时代的长沙 跟今天的长沙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什么都在变 就人没变啊 好 好 和旅办出发 你全新的眼睛 都在看起来 都在看起来 还有一些人 都在看起来 不爱讲 在接踵错间的人间相逢 我们一起出发吧 你好 别克 准备出发 看世界一段关于人的记忆 不过这牙手你俩大捅啊 走 打水去 为什么不打这个呀 这也可以打是吧 这还真是冒烟呢 这是温的 可以喝吗 你打这个水是泡茶用吗 烧饭这么讲究 用这么好的水 看看人家长沙人生活的太讲究了 都里做个吊吊 吊吊起来买菜 都里做个奶奶 各位探世界的知音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长沙的名胜之一白沙古井 大家会看到我身后 有各种各样的人 进进出出提着十几公斤重的大水桶 他们来这里打水 长沙人生活太精致了 煮饭要用泉水煮饭 我一直认为湖南四川菜做这么好吃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米没有北方的可能更好一点 今天我会去体验一把地道的老长沙人的生活 那么今天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位长沙老口子 我的一位好朋友 作家何立伟先生会带我去逛一逛老长沙 捞扣子 听起来像叫自己老公 你很少看到茶沙人是愁眉苦脸的 真是 哇我最爱吃东西来了 你看吃的多丰富 你看北方的旅客 很难受 柯老师 喂 高老师 你看就是从历史中走来的 哈哈哈哈 你长沙是来过很多次 但是长沙这种老街老县的可能没来过 是吧 这整个以前叫南门口 长沙东南西北的南城南的南门 我知道原来是有城墙 这条街就是以前买菜啊 主要是菜市场 南门是长沙市井生活 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这个糖油粑粑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 这是甜的吗 甜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红薯粑粑 葱油粑粑 也是我们儿子最喜欢吃的 如果我不是今天已经轻到了71公斤 我一定会都吃一点 可香啊 一个71公斤的人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的 我爱吃渣菜 来一小的 我最爱吃的东西来了 猪秀锤 看起来吃的太好了 太香了 梅干菜烤肉 还没来 对 肥肠还没来的 肝肠 这是肠肠的鲁菜 猪耳朵 腊鱼腊肉 捆鸡是肠肠特别喜欢吃的肠肠 对 你看这是小肠 这火焙鱼 不行了 吃不了了 你看一面来的所有的长寿人 你很少看到长寿人脸上是愁眉苦脸的 还真是 长寿人的口味重 爱吃辣 所以长寿人的那个性格也是很外乡的 大起战了也很难 志愿军五个司令全部是湖南人 彭德怀 邓华 陈庚 杨德智 杨勇 全部是湖南人 对 那长寿人的这种文化让长寿人这个人性格特别乐贴 所以你看这个革命恋是从戊戌变法 谭思同 看这些人多勇 是 是 长寿文化里面有一股汉气 所以湖南人谈恋爱呢 也这样吧 小妹子是很猛的 很辣 辣妹子 但是她对你好 好都不得了 对 这个你都和小妹子谈一次恋爱你才能体会的 对 这个天心格 这些纯枪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 啊 城墙上以前是鸟看长沙的 他是长沙的一个制高点 当年关羽在这里占长沙 城下面跟那个欢中 有我在 你进不了长沙 欢中马是前提 关羽长是讲武德嘛 这都是以后重建的 80年代重建的 所以我们现在老的建筑看不到了 这也是南门 长沙东南西北嘛 南边这一带是特别试景的 这边过去 下去就是白沙景 白沙景对面就是那个景都博物馆 我们有一年在走马楼出土的那个 这个漢代的结 折马楼汉结 很珍贵而且 是是是 把当年的所有的包括户口啊 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那些 很多原始数据啊 以及兵役 摇役 对 特别有意思 所以长沙是 国务院第一批 24个历史名称 这里还有马王队啊 马王队 在海昆河这次出土之前 那马王队就是 拔头筹的最重要的 是 好 我发现 你看它那个佛 三界 天上 人间 地下的 高正街 这条街都属于都正街 高正街是我们高街开的吗 你们高家的 你们高家的 这个都正街呢 为什么叫都正街 就是我们以前的都市衙门 正街呢 就是衙门的前面的街 叫正街 按说它是一条关街 但是这完全是一条很市井的街 这儿的房价怎么样啊 常常现在是全国 控制房价 控制的最好的城市 全国都学习 你房价低 那个人才才会 才会来嘛 他买得起房嘛 周济横店 我们就坐在这里吃粉吧 好 排骨 炸酱 炸酱 哎 高老师 这儿这么多 我推荐你吃一个 圆汤蛋白牛软粉 好好好 加个日本蛋 好好好 哈哈 再给我加一份排骨吧 好的好的 带性肝呢 就是我们就不放糖的 啊 啊 好 做就可以了 这么快 嗚呼 谢谢 四条 嗯 太好吃了 很多湖南人 在外地回长沙 第一件事 下高铁或者下飞机 不是回家去 找个粉店先吃完粉 把长沙的胃安慰一下 嗯 长沙很爱吃粉啊 不得了 我的减肥大忌 回于一代 有肥肠粉吗 你们谁能从隔壁店的包 买点肥肠 我必定要放点肥肠 什么肥肠都行 骨肥肠 隔壁肯定有 这条街上无数的骨肥肠 肥肠还没来呢 我理解他们为什么 没有肥肠了 因为他们这牛肉跟排骨 已经足够好 像这种东西 为什么不开到北京去呢 米粉在北京 那个水 它米结不了 北京的水解性太重 那就只能从长沙 把米粉带过去 嗯 出去这个野猫 鸟沙不就开了一个吗 这北京西藏 那都是飞机带过去的 所以像你们这种地方的人出去 走南闯北是很痛苦的 因为没有家乡的东西吃 产生的性格 有一种很顽固的东西 尤其在口味的坚持上 因为它好吃啊 也是 我其实并不承认什么家乡味道 我北京人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 看到一个北京菜 产生了乡丑 我在每个地方都去找湖南菜 四川菜 火锅 多块 剁椒 这也是长沙引起香酬的东西 对 我出国访问 反正也都要带豆角 必须的 早嘞 好 何老师 您回来 以前长沙全部是马世界 所以这过去就民国时候就这样吗 对 过去这些老街上都有很多景 谢谢何老师 今天我们在长沙的美好一天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我告别了何立北老师 下面去找一找我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 你们俩经常在世界各地见面 然后一起谈天论地 谈音乐 谈文学等等 我的非常非常好的好朋友 好大哥 谈顿老师 本节目由 活出漂亮 时尚运动SUV 别克Uncle S 冠名播出 这个房子本身是一间月季 我要让大师给我套木鸡 我有点 赶快拍下来啊 这辈子 要做好的好的大艺术家 全是姓B的 从B开始 我能不能叫B盾的 哈哈哈哈哈哈 窗寒西岭千秋泉 文卓东吴万里船 我能还真的看见白鲁 江南太好了 来吧 来吧 谭大师 哎呦 小松小松 欢迎来到寒舍 你这还寒舍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不过我很喜欢 这不搞的那些雕梁滑土 那些窗格上都是那种 是啊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简洁的 这是你的水月堂 他就是特别讲究禅意 感觉特别好 那这个水的这个视觉也挺有意思的 你如果在这里看的话 嗯 你就发现 它是跟那个 倒影 倒影 它是把外面的河变成了里面 里面变成了外面 是的 这上面还有 哦 这是通的 对 原来这是一个天井 嗯 后来 胡倩就是基金的助理 他就说 我们可以 在这里做一个水晴 嗯 所以这其实 就体现了水月堂的整个的概念 就是这个房子本身是一件乐器 OK 哇 所以天井也是水晴 楼梯是阴梯 这个水 所以可以敲出阴梯来的 对 就是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 呃 水摇滚了 嗯 所以呢 他们打基约的人 就可以在这里踢踏舞 OK 然后就是滴水穿石 踏水成歌 哈哈哈 所以你这个 除了全世界各地演出 然后坐在这儿 玩这东西 这东西多好玩 是 真是 好有意思 这个有点不太多 我让大师给我套木鸡 我有点 赶快拍下来啊 这辈子 呼呼 嗯 如果平常我们没有观众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空间 嗯 其实整个这个作品 其实就是听这滴水 本节目由活出漂亮 时尚运动SUV 别克UNCOS冠名播出 韩大师是 应该说不光是中国的音乐界吧 中国艺术家在 呃 这个世界上获得最高成就的 之一 这个全世界同时获得了 呃 奥斯卡奖跟格兰美奖的人 加起来我猜不会超过这个数 《谭大师》的作品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这个大家也许走过这儿 在这个地方听到 那个地方听到 然后如果大家去一搜 就可能啊 《卧虎藏龙》 等等等等 把依照最近的慈悲送 从大作品到清新小品 我都非常喜欢 其实你现在就 呃 坐在我的作品里 我最后成了他作品里的一部分 对 一个小演奏员 可以用脚演奏出这个 水灯打击乐的这个声音 但我跟谭大师很熟啊 这是我非常好的大哥 给我音乐上很多精神上的启迪 虽然我们从事的是 完全不同的音乐领域 但是音乐到底是什么 艺术到底是什么 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 今天特别高兴来到 他这个美好的水月堂 但是呢还是要从他的家乡 从长沙聊起 他就是在那儿长大 在那儿上小学上中学 从哪里走出来的 你的心目中 你的那个时代的长沙 跟今天的长沙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什么都在变 就人没变啊 长沙呢 他其实对我来说 我就是觉得每一次回去找不到路了 就像我每次回北京也觉得是找不到路了 因为以前在北京 20年啊 回到长沙 我就说我先去找我出生的那个地方 开了很久 居然在那个刘洋河跟湘江 会合的那个地方 我说我以前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是在一个 你还记得自己在哪儿出生的 因为以前那个地方是163 一个野战军的医院 我爸爸是当兵的嘛 所以我以前在那个医院里出生的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野战军的医院已经搬走了 现在盖了一个音乐厅叫长沙音乐厅 哎呦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简直太冥冥中了 神奇 我说这个地方是谁在这个音乐厅里面演奏呢 他说长沙江显乐团 我说这个就怪了 因为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喜欢在小学的这个吹鼓队里面 还像不像样的是指挥 然后呢有一天老师就说 把那个包给取掉 今天有外宾来 我说老师这个包不能取 他说你看了一个破包 上面自己还写了一个字 长沙乐团什么意思 我说长沙乐团 以后我们如果有长沙乐团 我肯定是指挥了 结果没想到四十年以后 我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长沙乐团 但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生活 好像就是一个尺 从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都有连接的都有缘分的 而且各种走来走去发现 有各种各种原点走回去 又走回到那里去了 你小时候长沙有乐团吗 长沙没有 那个时候能够见到的乐队只是在电视里面 比如说一会儿中央乐团演奏了黄河 一会儿中央乐团又演出了 姓元春雪毛主席诗池的那个大的合唱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乐团呢 可能就是这个音乐的一个最高的殿堂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啊 是湘江跟刘洋河汇聚了的地方 刘洋河 往那里九道湾 对 就是在第九道湾的时候 他就跟湘江汇合 我就在那里出生 所以你就生在那个九道湾呢 对 其实那个地方以前呢 叫四毛葱 山上全是长的白白的 这个四毛一样的那个稻草 然后每天呢就是做有三四十个这种 这种红白喜事的乐队 那也是个乐队 对 那个打剧我们叫想乐 而且当时呢 我记得每天下午四五点钟 是我们喜欢去河里玩 最开始去玩的是 喜欢看那些唐客们 在那洗衣 洗菜 唐客就是老婆们 对 唐客们在那洗澡 唐客们洗澡你也看见了 我们小孩子 唐客们不访我们 因为我们三四岁小孩子 当然也无所谓 我们就觉得 哎呀 他们很自由 他们总是唱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歌 所以说他们在洗澡的时候 洗菜的时候 洗米的时候 就喜欢把那个水瓢啊 拼了拼 当然不像云南的泼水街一样 他是自己在拼了拼了 然后拼拼拼拼打的那个东西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真正的 感悟到音乐的时候 实际上是拍水 就觉得这个水的节奏很危险 现在的小孩子都是学钢琴啊 学小的琴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先学节奏才学的旋律 感悟到什么是旋律的时候 那是后来看到那个司祖乐 就觉得这个端子 我们叫端子 就是挖水的 我们觉得那个二胡 特别长得像端子 所以我一直叫那个二胡叫端子 所以我说这个端子声音好听 所以小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响乐队和司祖乐队 在我的心目中间是唯一 嗯 结果呢在电视里面 第一次听到的乐队 就是这个钢琴伴奏《红灯记》 奶奶您听我说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这个乐队有意思 于是乎我就在我的包上面 写了一个长沙乐团 我总觉得有一天 我觉得我不想玩响乐了 不想玩诗族了 我要去玩那种 大家伙 对我们呢叫巴椒扇 因为我不知道那叫小提琴 我觉得我们湖南人都叫巴椒扇 我特别想去拉那个巴椒扇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在湖南乡下 对于这个交响乐 对于这个古典音乐 好像现在我们就是看太空的东西 完全是太空里的一种物质 好像很遥远 所以小时候写的这个长沙乐团 没想到四十年以后 居然它就在你的面前 这一片土地原来是我们家里的 天年的这个春节音乐会 我不是带了这个深圳交响乐团 第一次在长沙这个音乐厅里面演奏吗 我当时就觉得你看 居然要等四十年 我居然四十年以后我就 龙龟不离 你这乐器呢怎么怎么开始学的呢 我七岁不上学了吗 我的小学老师说 你下了课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把我叫到办公室打开了 他有一把芭蕉扇 但是这个芭蕉扇里面呢 只有三根弦 我们都知道小提琴有四根弦 对对对 他就说这把芭蕉扇叫小提琴 它只有三根弦 那相当的不错啊 别端子多了一根弦 哈哈哈 所以当时就是从小学老师的那个三根弦的小提琴 开始终于认识了 这个第一件西方的乐器 那你谁来教你能怎么开始学习呢 是最开始我其实是把小提琴是当 三胡拉的 所以你是先学的二胡 ok 这个有点意思 因为以前是拉二胡的 然后有了三根弦以后就觉得已经相当 一般的富裕了 而且比二胡要高出几个八度了 哈哈哈 少了是哪根弦 是一弦 少了一弦 最高的那根弦 最容易断嘛 那根弦 然后呢我也觉得那根弦没什么太多的必要 反正很尖 声音太尖了 我不喜欢 就是你的老师小学老师在教你 是 你就一直从小学拉二那三根弦 一直拉到初中了 对 然后呢初中快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去雷锋公社去学农 那天记得很清楚 突然就开始放高音喇叭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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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然后我们就说 哎呦怎么今天的喇叭这么响啊 所有的田里面都就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费城交响乐团到了上海 也是最早来的 最早来的 就是宁宋访华以后的 对 费城交响乐团听说是充满银色光辉的一支乐队 也当时是这样最好的交响乐团 喇叭里面就播放了一些 一些他们访华的曲子 当时我就想 哇 这个是交响乐团 然后他们就说 是的 当时播放的音乐就是贝多芬的音乐 结果听了这个高音喇叭放出贝多芬以后 我就说 不行 对 往而这种乐队 所以我想最开始有这种交响乐和贝多芬 西方音乐的这个印象 可能就是那一次在高音喇叭里面听到了 这个《非诚交响乐团》 七八班考中央音乐学院那可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次 那全中国那么多人积累了十几届都一起千居万马 你最后能到中央学院作曲戏被录取那也中间肯定得学很多东西 然后不然怎么考上的呢 我一直自学想就行吗 每天要去长沙的烈士公园去占地儿 因为每天早上六点钟 那个公园里嘛 就是十几个小孩子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每人占一棵树 因为在树前面拉觉得印象好吗 每人占一棵大树都在树里边 拉倒了 哇 像电影一样讲起来真有意思 然后我们都有定位的 当时就是我就希望我在我的这个树下 拉的这个音阶八度更多 然后音更准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比赛的心理 自学一阵子就找到了一个老师 是京剧团的老师 这个京剧团的老师就教了我几年 开始看我教怎么拿空弦 这个是巴洛克的音乐 这个是巴赫 这个是贝多芬 我记得他还跟我讲 最有名的音乐家 都是从B开始的贝多芬 巴赫 然后是布拉姆斯 我说老师 那我这个名字有问题 我说老师不行 我能不能叫B顿呢 老师就笑话我嘛 他说你安安静静地学吧 结果呢 后来 学了两年我就插队了 然后突然我们就发现那个 中央音乐学院招生嘛 我就选了一个最近的地方 就是上海 但是到上海来考试的时候 我当时特别懊恼 因为什么都不懂 从湖南来的 然后就看到这个过了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小刚 就是现在中国音写主席 叶小刚老师 对 这个人长得很高大嘛 他说 这是三部交响乐 以前写的 哇 我当时听了 哇 这个不得了 另外一个人 林德宏 他嘎揪里边 他说 这是我的弦乐四重奏 因为考的是作曲 都是作曲 所以很难嘛 那一届 然后全是大男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从湖南乡下来的嘛 然后老师就说 你有什么作品吗 我说两个作品 一个是梦见了毛主席 还有一个是铁牛进山了 铁牛就是拖拉机 拖拉机 那时候都叫铁牛 所以当时这个老师就说 你看 他写过交响乐 他写过四重奏 你呢就写了梦见毛主席和铁牛进山啊 是歌还是小笛琴 小笛琴的曲子嘛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季谱不是很规矩嘛 我说我刚刚学五线谱 可能还不太溜 然后呢我的季谱是一半简谱 一半五线谱 是轮着来的 你知道吗 他说你这个季谱怎么是这样 我说是这样的 因为我以前是专门玩响乐和诗族 我既这个简谱啊还是比较舒服 那么加上我现在有的金剧团嘛 现在也要开始学五线谱 所以呢我有时候会轮着来 哦他说这样吧 刚刚叶石刚弹了小邦啊 林德宏拉了贝多芬 你就来一段摩扎特吧 我说老师 莫什么来的 他说莫扎特 我说我还真的没有拉过姓莫的 音乐家里面我只认识 一个姓贺的 叫贺鲁丁 是我们湖南的 是贺鲁丁写那个 游戏队之歌 游戏队之歌 然后他说那你会拉什么吗 我说这样子吧 我呢确实是没有拉过西方音乐 但是呢我有一招 我说我会很多民歌 随你指的哪个地图 那个地方我就可以拿出那个地图的东西 各地的民歌 对 他一指就指着这个西藏 我一拉去那个 我就拉一段西音乐歌你知道吗 西藏文歌嘛 他说这个有意思 他手又一指指着这个山北 我就拉一段信天游 然后他就指着长沙 我说长沙这样子 我刚刚不跟你教了一个谱子 叫铁牛进山吗 我跟你拉一段我的铁牛进山 你师父我就从头自尾 连激性带哗啦哗啦在宣迹嘛 全是我们的端子技巧 芭蕉扇的技巧 那种想乐是搞了半小时 老师说挺很有意思 我真的碰见郝老师了 对 我又碰那个郝老师 后来这个老师就是李锡安老师嘛 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 也是人民音乐的主编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可以碰到好的老师 黎英海 赵行道 杜明星 舞主强子全是最好的老师 从湖南乡下去北京的那一天 我是真的是背了一个背包 后面一个铁桶 后来你还记得吗 萧全 我去美国留学之前 把那个铁桶找来 还跟我正了半斤照着一张像 我还记得上学的那一天 正好是学校在上体育课 当时刘索拉 徐晓松 郭文景 对 叶小刚他们几个人 在上体育课 我晚到了 我就背了一个背包上来 这谁了 刘索拉说 湖南来了个地主 所以我在七八级的这个班里面的外号叫 湖南地主 上第一课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 你们这个集体很奇怪 也很有意思 几乎符合所有的天才制造的条件 第一要有地狱差 你们来自于全国各地 第二要有男女差 你们有男有女 你看我们金月灵 写我爱北京天安门的 也有才能差 你们中间有很聪明的 也有很不聪明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所有的条件 正好吻合了我们制造人才的 而且年龄还有很大差 年龄差 对 我是班上比较矫子了 我们班上比如说崇祖皇 还有这个胡永延 这个邵恩都是 现在都是名指挥了 那时候他们就年纪比较大 这个同班同学有的人像叔叔拜拜 有的人像弟弟妹妹 所以这个集体很有意思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集体 让我们这个班 如此之有意思 而且如此之辉煌 大家可能更了解 说电影学院齐八本 最小的是什么 谷长伟 侯勇 最大的张艺萌 什么陈海伦 都差了十年队 但是中央音乐学院齐八本 那是威震天下的 四大才子他们班的 对 谭顿 李小刚后边排序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排了 别得罪人 郭文静 郭文静 徐晓松 以及徐晓松前女友 这个大作家刘索拉 我们班有我们自己班的排法 我们班的排法 比如说刘索拉就很棒 因为刘索拉 喜欢写小说 喜欢写诗歌 喜欢跳舞 他天天晚上就叫我们跳舞 那时候喜欢跳交际舞 然后黑灯天面舞 对 然后就是哎呦这个有意思 然后徐晓松 郭文静 反正我是我们班排的最后的那个 像我们班人不是要互相要演奏吗 写了一个新的作品 马上要找人来 上海的同学就是说 来帮忙 每人发一颗巧克力 好 大家排他的旋律送走 第二天刘索拉来了 北京 然后来 没人发一档唐葫芦 我那个唐葫芦是那个大师浪刚刚出品的 那我呢就两个人分一个局子 刚刚从湖南带来的无和蜜局 所以那个时候班里的同学就是以苦作乐 特别特别单纯 大家能够在那个环境里边又竞争又关爱 但是又特别特别追求古典音乐的那些那些极致啊 我们这班就是野 无论是从东北的上海的云南贵州啊那边过来的人 还是湖南的 就是有个特点 就是特别的野这一班 所以才出这么多大师嘛 但是那时候有这样的年龄差距啊低于差距 但是有一点好 没有贫富差距 是的 那时候都还都一样都很清贫 对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入学的时候 大家就问嘛 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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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大家 你快乐 就咱们啊 那个我的忠祥 在这个中心里面 就是有很多的 你情形的 音乐不能拖离开 虽然其实是很抽象的 但是他们没有拖离开人对生活 对对生命的这种感受 我自己觉得别人要问我 就是刚才你说 你你学音乐的这个足迹啊 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说的 其实要说来真正的回忆 其实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比如说去美国 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到美国 就是每天我住在Downtown 要去阿波汤哥伦比亚大学上课 我就舍不得那一块钱坐地铁 所以我每天跑步 从Downtown就是跑到阿波汤去 后来花了七年的功夫 我才把那个博士学业读完 读完了以后 第一份工作 突然接到一个妖精 我就把那个妖精打开 开始费城交响乐团 请我去指挥 哇 天哪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然后当时是1993年 然后我就去了 我当时在想 从73年到93年 不就正好20年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20年经历了很多事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指挥帮下不去 我只觉得 从那个雷锋公社的那个稻田里边 第一次听到高音喇叭放出 非常教育团 非常教育团 到20年以后 真正职棒跟他们一起排练 就觉得 这个20年好像好长啊 好长 后来 我就下不去嘛 然后那个首席就说 哎 潘子辉 哎 潘子辉 排练要开始了 嗯 然后我就说 你们 有谁 你73年去过中国的吗 哇 七八个人举了手 嗯 我说还有这么多人吗 嗯 还在啊 是的 嗯 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嘛 然后那个首席就说 你开始排练吧 你这个20年呢 我跟你讲 完全不止20年 那就是从你的稻田 一直到这个指挥台上 从东方到西方 一直到指挥的一个一个 世界最好的教育团 这个我现在都觉得有时候 呃 在我的生命中 在我的生活中间 很多很多的事啊 发生的有点离奇 嗯 但是呢 离奇起来好像又很像 有一个缘分一样 好像一直是一个 一个理所当然的这个走法 所以 你说 让我不幸风水 不幸这个命有 是也很难 嗯 真的是 你不幸 你信不信他都在哪 是的 你在纽约那时候 另一拨人在纽约的 沐昕啦 陈丹青啦 你们你们当时认识吗 认识认识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每次过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这些留学生 喜欢聚集在一起 记得有一次 春节好像 那天 李安来了 林兆亮呢 就在那里拉小提琴 他说我寄信拉一段吧 好 他拉完以后 我们就说 这样吧 请这个李安 这个台湾来的留学生 他那时候在学 写剧本 在纽约 纽约大 对 他说哎呀 我就别唱了 我真的是 很少唱歌 我们唱吧 他就好 那我就唱一首吧 他那个唱 那个吊跑得离谱 我们就笑的嘞 就是怎么跑掉 会跑得这么离谱 然后呢 我们越笑 他就越觉得 我们开心 知道吧 然后他停下来 会说 这样吧 你们这么喜欢 那我就再唱一首吧 哈哈哈 然后我们就觉得 有那个时候的 留学生在一起 的人生活啊 就是每年的春节 还有每年的这个端午节 还有中秋节 都是几个大的节日 我们可以在一起玩吗 我中间有九年没有回来 因为其实就是买不起 一张飞机票 你想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 第一印象就是 我找不到报价街了 因为西单已经完全不是 西单的样子了 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觉得突然自己 调到了一个自己曾经 那么熟悉的一个万花筒里面 找不到自己 所以这个经历也是 后来写音乐 也会有这种感悟 恍如格式 是真的恍如格式 那个时候呢 搞古典音乐的人 都在曼哈顿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 Downtown跟Up Town之间 Up Town呢就是什么呢 哥伦别大学啊 朱利亚音乐学院啊 什么歌剧院 Downtown呢就是 格林维之村啊 然后那些画家啊 画家 然后倒是 金商见陈玉飞 对 然后街头的那些画家很多 天天都混在一起 然后我们也在街头拉小的行吗 能挣到钱吗 那时候 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可以挣二三四块钱 那很厉害 相当的不错 哇 一个一个美国歌手 一个乐队 那时候在纽约酒吧里正儿八经到酒吧里去 唱一晚上二十五 哇你很可以了 能够能够在街上每天晚上拉二十几块钱 其实也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基本上解决了一个星期的牛奶钱 所以你看 这个手艺就比较好 而且真好听啊 我有一次在莫斯科地铁里 简直惊到了听一个五重奏 哇太好听了 我就说 这些俄国的音乐家简直 感动 结果后来站在那站了半个小时 下地铁 就没动 就一动不动看 然后就把身上所有钱都淘汰了 我突然想证实一个段子 就是有个关于作曲系段子特别逗 说作曲系毕业生实在写不出来了 说毕业的这个作品最后一天了 然后最后请教授喝大酒 我说教授你能 怎么才能在一页之间写出一个教养乐呢 教授喝大了说 我教你一个诀窍 你把一个现场的教养乐倒着抄一遍 就最后一个音符当第一 一个当最后一个 你就完全就是一个崭新的教养乐 反正也四个乐章 然后学生回忆就死活 就找不到别的教养 就看到教授的作品 把教授作品倒着抄了一遍 第二天一排练 当当当当 这个人太逗了 当然我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这可能性吗 有这个玩笑 当然有这个玩笑 因为音乐的技巧 其实说白的话 其实是数学的哲学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一二三 就算是 hertz 排列组合 它当无限制的可以排列 是吧 尤其是戴上节奏之后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上演员学院 我们经常跟教授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师 这个哆啦咪发苏拉西 天天就这么学 会不会哪天写的一样的 老师说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可能 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这个危机 就是说这个哆啦咪发苏拉西 都可以哪天写完 就人类就写完了 好像没有过 所以我觉得就像 就像你说我们的生活 可以重复吗 很难说 很难重复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是吧 所以这个音乐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写法 也是的 我就发现 其实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 就是每一次总是在 你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境地里面 去发现你从来没有感悟到的东西 我写过好多从C开始 真的 对啊 这就这么演下去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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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就是因为流行音乐没有那么多那个流行音乐其实是什么都可以非常非常感悟性嘛 嗯 然后其实我们去那些少数民族也是的 你就是少数民族吧 我不是少数民族 你不是啊 我是汉族 所以我收回以前所有什么汉族人的音乐细胞不够好 都是少数民族 我说一看你所有少数民族上来介绍都能歌善舞 当然少数民族对我的影响是最大 我记得我读音乐学院的时候 第一次下去采风就是在广西的大瑶山 大瑶山当时我们从那个瑶山的教授带我们进去要走两天路 他说我们是会穿过原始森林 他说通常我们是把衣服脱了就是光的膀子走进去 我们真的是脱了一副光的身子走进去走了两天 到了瑶山里边你就发现那个地方的音乐都是用西开始的 西都西拉法拉西西西拉西都西 然后呢就发现里边都是那个瑶族那个开天逼地 瑶族的没有文字没有历史但是他有歌 但是他的音乐也是斗尔苗苏拉西 然后翻一个八度 这个太神奇了 这全世界无论走到哪儿 非洲的沙漠里还是到密克罗尼西亚的岛上 Pacific Islanders 那音乐好像都是同一个人给的 全是这个斗尔苗苏拉西 然后又上一个八度 没有一个地方音乐是一二三三五六七八九十这么上去了 这个太神奇 但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 这是德国几千年前五千年前出土的鹰腿骨笛 吹那个中央A那个拉442赫兹 中国山东河南出土的鲜鹤腿骨笛 吹那个中间那个A440 谁给了全世界所有不同民族 远隔千山万水 语言文字全都不一样 连文字没文字很多都 但是音乐为什么都一样呢 是 这好神奇 好神奇 也就是说 几万年前你是在这片土地上 你是在这片土地上 你在地球的南半球 你在地球的北半球 是吧 但是为什么大家找出来的这个 这个道拉米发生了 戏是同样的震动 对 而且还都是规律 翻八度上去 翻八度上去 是 太神奇了 神奇神奇 所以这个音乐或者说乐器吧 有时候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历史啊 好像从远古一直到今天 这个乐器没断过 音乐没有断过 而且都能合奏 全世界乐器在在一起能合奏 太神奇了 所以我老觉得这天给 是天给的 所以我们从事音乐的人 觉得是最幸福的 因为它真的就是灵魂 就是它怎么证明有灵魂 人有灵魂 我说之间以后一点都不是公文 就是你生活给的你的那一切 时代给的你的那一切 其实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美 其实每个人都感觉好生活 对每个人都感受不同的时代 但是他怎么酿成了酒 他怎么在心里酿成了音乐 他怎么 其实这才是 所以现在有的年轻的学生就说 唐老师 你们幸运 因为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我说你不幸运吗 你看你一出生就有电脑就发明了 对 你就有你要弹琴就有琴 你有四根弦的琴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面镜子 有自己的活法 也有自己的创作音乐 每个时代也都应该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些音乐 那些新的东西 包括咱们也一直在学习 新的等等 就特别期待这个慈悲颂在国内一直在演着 大家有就一定要去听 非常非常好 上一次跟您一起欣赏也是过年 到这次咱们一起的音乐 一下就 可是我们经过了多么难忘的这一年 这一年中间加了一个疫情 最难忘的一年 但是它一定会酿成好的音乐 所以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不论经历什么样的艰难 困苦 动荡 哪怕抑郁 当然我们都会把它有出口 但是更多没出口的人 其实是需要我们的作品去帮助他们能有出口 所以我这个时候 每当这时候觉得我们做的这个职业 其实还挺让人觉得 但是如果你问我下一辈子你还想做什么 我想还做音乐吧 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好 谢谢谭顿 谢谢谭大师 关于长沙是讲完 一直留在长沙的王涵 格立伟 跟从长沙走出去走向世界的谭大师 有关长沙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这两天咱们一起去吃了太多好吃的小吃 见到了我的好朋友们 哈哈哈哈哈哈 感受了从路漫漫其修远西五江上下而求索的执着 到问苍茫大帝谁主臣服的下同学少年 长沙的精神是勇力朝头 敢为天下仙的拼劲 而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还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市井文化极其繁荣 近几年 长沙从一座千年古城 变成了全国人民纷纷来打卡的网红城市 不论是喜欢历史 还是热爱潮流 抑或是为了一饱口福之欲 在长沙都能找到让你满意的答案 这个时尚新潮的古城 洋溢着鲜活的生机和十足的动力 就如我们这趟旅程一路同行的伙伴 别克昂科VS所演绎的潮动美学 豪华而运动的车身比例 侧面动感的Z字形腰线 堪称是时尚运动SUV的设计典范 就连前大灯也是由198颗LED灯珠组成 能实现84个独立分区照明 可谓细节处见真章 如此高颜值 开在路上想回头率不高都难 各位探世界的知音大家好 咱们第二季的第四战来到了成都 上次来成都就是上个人 来自豁国 好像还没有其他的中国城市 让我闲得没事说飞过其他 什么都好吃 高老师 我觉得受了以后最好的感受就是 让我觉得生活胆不败我 顺拐的生活就是被生活劫持 坚决不被你劫持 就不当池中物 生活就是这样 你要有意义它就没意思 那你要有意思经常就没意义 那您觉得我若脸什么您看得出来 我觉得你不坚强 不用特别坏的人就能回回你 哈哈哈哈 这世界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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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